好了 今天呢是开箱平台的第五期继续的给大家淘一些稀罕护镜 这个呢 是我买到的最便宜的一个花了就是两块八的一个八席目 没这就两块八毛钱 给大家看一下 感觉这个好像被二次封箱过呀 被拆开过吗 是你没拆开过吗 这个是感觉被二次拆过一样 然后呢人家还送了一支是吧 送了一支口服液 这个东西哈看到没 送了营养液有的话说人家这个营养液多便宜多便宜 你看这里面还带渣呢 送给你的还有什么好东西吗 看一下这一节木头啊 常说中的巴西木 这就比较神奇了哈就这么一节木头啊 然后呢 给朋友们说一下有的话问我这个巴西木怎么养护在那里的 你巴西木的一个养护就很简单你看这个正反面 首先呢一般拉风的这一面呢是一个正面是一个向上的一个面 下面的一个呢 他不会拉风很多的话人来收到以后呢 他可能就是哎这个拉面 别放反了好吧 然后呢就给他正常放上 应该木质应该是挺新鲜的 应该是能活哈 那就是2块8的一个巴西木了 呃以前的时候呢前段时间网上有段子说什么 这个东西开花以后能遇到你爱的人 希望你可以养不了开花 来说一下养 那很多的话我巴西木怎么养啊 其实如果说一个健康状态生长的一个巴西木呢 你就只需要 找一个这种小盘子里面放一些水 把它放进去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呢他就足够 他的一个 长叶子了 等到长出来叶子以后呢你就可以去 进行一下或者说土培啊什么的都可以 说白了呢这个东西就跟千叉差不多的一个道理 很好养护 呃 到时候静待开花嘛毕竟才2块8 你的话说2块8怎么那么便宜 我跟你们说话有真 等到快递发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也猜 一块多钱就能发了一两块钱就能发了 而且呢很多时候你们要了解他并不是以这个 以这个东西来盈利 你像我们做生意呢他都会去投一些广告买一些流量 是吧 你比方说这一个 我们不挣钱甚至说亏一块钱 对吧再说了 我规格 我这里面有其他的套餐你买点其他的东西我就不赔钱了 你在买我店里面任意的东西我就赚钱了呀 所以说呢 并不是说 2块8 这个东西你怎么怎么怎么地好多时候呢 简单的一了解就行 好吧2块8还有什么可说的打分是吧 2块8这个东西必须满分 毕竟2块8是吧 2块8的巴西木来接简单的给大家说到这了 其他的事呢就没有其他了有的话说怎么不往水里面加一些营养液和肥料 他没有根啊没有叶的时候你加营养液会 不生根的 您记住这个事好吧 等到他长出来了 等到他生根了 等到他长出来叶子了 到那个时候他有一定的器官了你再去给他 放一些营养液你会那种是火烧焦油是吧 你现在这种呢你给他弄上营养液他也不稀疏啊 所以说话里面一定要了解这个事 就这么养就完了就这么简单 好吧 正常的你该晒太阳晒太阳你该怎么着怎么着就完事了 好吧天气冷了他也不涨 别看自己的一个气温一般低于5度的时候 真的不涨 第15度就涨得很慢了 好了 这边关于2块8把西木来一个样 分享给大家觉得不错呢 记得点个赞 当然了 大家可以持续关注一下以后的时候会给大家带来 更多更好玩的一些开箱评测我是老花一眼花最专一 咱们下期再见不见不散拜拜